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6月3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门播报 我是Cherry 夏天来了 暑假也放了 大家现在出门是不是已经看不到多少人戴口罩了 但专家提醒大家 病毒真的还没有离开 疫情也没有结束 甚至加拿大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士都正在担心 今年夏天COVID-19病例可能会激增 引发第七波的疫情 并呼吁恢复室内戴口罩的要求 随着更具传染性更疯狂的Omicron亚行星变种的卫士 传播速度正在不断加快 且BA4和BA5两种变种似乎能够逃避免疫保护 人们担心加拿大未来几个月也将遭受又一波的疫情 目前加拿大要求乘坐飞机和火车的乘客戴口罩 但大多数场所已不再强制戴口罩 一些医生说 在室内公共场所再次强制戴口罩 是防止再次病例激增的直接方法 多伦多急诊医生皮尔扎达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可能不受美国和欧洲正在发生的趋势的影响 皮尔扎达说 他理解人们对公共卫生规定感到厌倦 没有必要在任何地方或永远都戴口罩 他认为 杂货店、公共交通工具、医疗诊所和任何弱势人群去的地方 都应该要求戴口罩 其他地方可以强烈推荐戴口罩 最主要的是 民众必须知道 虽然疫苗对预防重症有效 但对阻止感染并不有效 也就是说 疫苗防止不了感染新冠病毒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发展成重症的可能 皮尔扎达说 在加拿大单纯依靠疫苗来控制COVID-19显然没有奏效 我们需要多层的保护 而口罩是必不可少的一层 根据最新的消息 联盟政府周三29日宣布 加拿大入境限制将至少延长至9月30日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PHAC公告 更新限制措施 意味着外国旅客依然需要提供 已完全接种疫苗的证明 才能进入加拿大 未接种疫苗的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 则需要提供入境前的新冠肺炎检测证明 并在抵达后隔离14天 政府还要求所有旅行者 无论其公民身份如何 都将他们的疫苗信息和旅行证件上 上传到Aravcan应用程式 该项防疫限制最后一次宣布延长 是在5月31日 为了让更多的民众接种疫苗 政府也是颇费心机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甚至在接受专访时直言不讳 被接种疫苗的人 必须自己应对他们选择的后果 包括失去工作 受到加拿大的旅行限制 和其他服务的限制 特鲁多在谈到 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时说 这是他们的选择 没有人会强迫任何人 做他们不想做的事 但如果你不这样做 那么就会产生后果 你不能选择让你的同事 处于危险之中 你也不能选择 让坐在你身边的人 在飞机上处于危险之中 虽然旅行依然有限制 但是加拿大最近的旅行规则 发生了变化 取消了一些旅行的疫苗要求 并暂时停止了 对已接种疫苗的旅行者 在抵达机场时的随时检测 一直以来 很多加拿大人喜欢充分地利用 房屋贷款功能 HELOC 也就是我们华人所称的 房屋净值抵押信用额度贷款 通俗的来说 当你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 可以通过银行 利用你名下房产的净值 借取一定额度的贷款 这样做的好处是 贷款利率较低 没有贷款目的限制 贷款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用于消费 支付学费 偿还其他债务 以及投资等等 而且基本没有严格还贷的期限 因此很多华人 戏称这是把房子当成ATM机 不过在加拿大银行监管机构 实施新规后 该功能的使用将会受到限制 据CBC News报道 加拿大最高银行监管机构 正在改变涵盖某些类型 住宅贷款的规则 以确保贷款人和借款人 能够在房地产市场 看起来脆弱的时候履行起义务 金融机构监督办公室 OFSI正在对某些类型的房地产贷款 实施新的指导方针 包括共享股权抵押贷款 反向抵押贷款和与循环信贷额度配对的 传统抵押贷款 最大的变化是针对所谓的联合贷款 及传统的抵押贷款 与称之为HELOC的循环信贷额度相结合 房主们可以在他们认为 合适的情况下投入使用 而无需按任何时间表偿还该部分 一旦可重复贷款超过了基础房屋价值的65% 新规定就会生效 不过他也表示 这一变化不会影响到公房者每月的还款额 而且这些变化不会影响新购房者 新规定要到2023年底才会生效 但OSFI表示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加拿大银行的数据显示 目前价值2000亿加元的HELOC 超出了65%的门槛 这也是1.8万亿加元的总住房债务中的一部分 监管机构还在修改 共享股权抵押贷款和反向抵押贷款的规则 共享股权抵押贷款 是将购房者与第三方配对 以帮助他们拿出现金支付首付 以换取股权 近年来 此类贷款的普及率呈爆炸式的增长 主要是因为在业主决定出售之前 他们通常不需要传还任何部分的贷款 新规则将房主在开始时 可以通过反向贷款抵押的获得的金额上限为65% 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在周末旅行期间 被迫与他年幼的孩子经历了一段噩梦般的旅程 原本一天就能到的行程 结果五天后 他们依然被困在机场 而行李也不见了 在这期间 他被迫和孩子们睡机场的地板 还用掉了1000多加币的额外开销 据CTV新闻报道 詹妮弗·麦克·杜格尔在6月28日的时候 分别带着15、7岁和6个月的婴儿 从玉空地区的白马市离开 他们计划搭乘加拿大航空公司 前往辛斯科社省的西尼市探亲 途中在温哥华和多伦多停留 然而事实证明 这段旅程比麦克·杜格尔预期的要复杂得多 从白马市到温哥华的首班航班 就出现了严重的延误 同时也如多米诺骨牌般的引起了连锁反应 因为他们抵达温哥华的时间太晚 所以下一班的飞往多伦多的转机航班 他们也赶不上 他声称 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客户服务台 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 他被告知 他要到第二天才能起飞 并被拒绝提供膳食和酒店的优惠券 麦克·杜格尔说 他们一直告诉我没有房间了 于是我就反问他们 难道我必须和我6个月大的婴儿 一起睡在地板上吗 结果他们的回答是 是的 这是你必须做的 麦克·杜格尔表示 他被承诺第二天早上7点30会有转机航班起飞 迫于无奈 他带着两个孩子和小婴儿在机场的地板上过夜 事后回忆起来 他表示这是一场可怕的经历 然而噩梦并没有结束 当天早上7点到来时 他又被告知 去往悉尼的航班也被取消了 麦克·杜格尔无奈地说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对待 我的孩子都在哭 他们最终同意 先飞往蒙特利尔 然后转机去哈利法克斯 在那里会有去悉尼的航班 然而他们依然没有逃脱 噩梦的折磨 在他们到达蒙特利尔后 飞往哈利法克斯的航班又被取消了 于是他又被迫自掏腰包 在机场的酒店住了一晚 然后隔天才登上了另一个转机的航班 麦克·杜格尔表示 加拿大航空公司也没有提供第二天晚上的住宿 现在麦克·杜格尔仍在哈利法克斯 因为他和家人的行李似乎被寄丢了 他表示自己现在已经彻底在搬延误 取消和重新预定的混乱中 遗失了方向 他说整个周末我们可能已经多化了1000加元 然而加航还没有报销我的任何费用 这只是一次又一次的糟糕经历 航空公司完全不关心我 加拿大航空公司在给CTV新闻的一份声明中说 随着疫情的恢复行李延误的情况越来越多 这个以及该行业在世界各地面临的其他挑战 是众所周知的 该航空公司还强调疫情已经改变了全球运营环境 导致众多飞机被困在登机口 无法在机场卸载乘客 以及空中交通管制对航班数量的限制 迫使航空公司在最后一刻取消的情况 然而似乎这样的混乱依然在持续下去 对即将到来的加拿大国庆日和美国独立日常周末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PSA提醒所有过境的旅客 无论是回国还是入境访问 都需要注意繁忙夏季的边境入境要求 在抵达边境前72小时内完成必须要填的 Aravacan申报 帮助减少边境等待时间 边境服务局给所有旅行者的关键提示称 首先旅客应该确保有资格入境加拿大 以及理解新冠疫情相关的规则 另外在使用Aravacan时 无论是通过航空陆路还是海上旅行 无论疫苗接种情况如何 都必须在进入加拿大前72小时 在Aravacan上提交其信息 返回加拿大的旅行者必须申报 在境外购买或收到的所有物品 建议不要将礼物包装起来 因为CPSA官员可能需要对其进行检查 请随时准备好在加境外购买的收据 回国的居民计划在边境上购物 或网上购物时应了解他们的免税限额 一定要查看CPSA的关税和税款的估算器 以计算在美国购买的商品的税款 并帮助在国外购物时做出明智的决定 居民在离开24小时后 可带回价值200加元的免税商品 48小时后可带回价值800加元的商品 当天跨境购物没有个人豁免权 所以请准备好为这些购物支付的税款 并可能支付关税 酒精和烟草的豁免限额 也可能因为你离开加拿大的时间长短而不同 向边境服务官员申报任何食物植物或动物 如生的家禽产品和未完全煮熟的副食品 目前加拿大对美国来自受高致病性禽流感影响的 各州活禽禽类产品和副食品的进口有限制 还要申报所有的木材和木制品 一定要检查自动进口参考系统 以帮助确定所有具体的进口要求 申报所有一万加元或以上的货币和货币工具 携带此类金额进入加拿大并不违法 但必须在抵达时申报 旅行者可以查阅CBSA的网站 或致电18004619999 了解详情 千呼万唤温哥华港湾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爆爆 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及时追踪大风新闻热点 一起关注世界大小事 星期二到星期六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温哥华港湾粤语台和你越多关心大风雨世界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爆爆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